大家好,欢迎收听真情故事会。 什么? 林梦晴,你想钱想风了吧? 我们已经谈了八年,你问我要这么多的彩礼。 看着秦以南这幅吃惊又略带鄙夷的样子, 我一下就来了火气。 不是,这是六万六, 一般我们那里谁家彩礼不是二十六万六, 哪里就高了。 我们家还带装修, 陪价一辆二十万的车和一套七十平的房子, 怎么算泥也不吃亏吧。 秦以南一边抽出一支烟一边说, 梦晴,我们毕竟谈了这么多年, 你也知道我家里条件一般, 要不这样吧,彩礼给你六百六, 到时候你再带回来。 我们那里的上下车红包我也不说多, 你就给我千把块就行。 改口的时候, 我妈给你的红包你也别要了, 咱们以后都是一家人, 分这么清楚, 显得难看。 我亲戚给你的改口钱, 要我说你也别拿, 那都是我妈的。 到时候, 我亲戚家的孩子们来了, 你身为长辈也得给点红包表示表示, 最起码也得一人五百吧。 你觉得行, 咱们就结, 不行我们就冷静冷静。 我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你在做什么白日梦? 秦以南的脸在烟雾里看得不是很清楚, 但是说话声音却无比清晰。 梦晴说实话, 要不是我们谈了这么久? 六百六, 我都不想给。 你要那么多钱, 就是在侮辱我们的感情, 我真是看不起你。 我真是被秦以南给气笑了。 六百六, 我吃顿饭都不止六百六, 还提出那么多离谱的要求, 我一把夺过秦以南的烟丢到了地上, 狠狠碾灭。 那我可真是谢谢你大出血了呀。 六百六, 给的这么多, 我还真是受宠若惊呢。 还有你打的那些算盘, 珠子都要蹦我脸上来了。 秦以南的脸色瞬间搭了得老长。 梦晴, 我以为你是理解我的。 我直接给了他一巴掌。 我理解你妈呀, 你打发叫花子呢? 我给你家亲戚的红包, 都快赶上你给我的彩礼了。 你先把你脑浆晃云, 再和我说话吧。 秦以南捂着脸, 看我的眼神, 此时满是阴影。 林梦晴, 你别给脸不要脸。 你和我在一起八年了, 早都被我完剩下了。 除了我, 还有谁会要你? 给你六百六都够意思了。 我一阵气血翻涌, 一把拿过了自己的包。 我怎么眼瞎了, 看上你这种男人, 还和你谈了八年。 秦以南, 我们分手。 说完, 我就拉开了家门。 秦以南还在背后喊着。 我就提个钱, 你连我们的感情都不要了。 你走了, 就别后悔。 到时候, 你没人要, 当个老寡妇, 倒贴我六十六万六跪着求我, 我也不稀罕要你了。 我又来了气, 冲回去对她吐了一口吐沫。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你和莎士比亚有点像? 你像莎比? 我不想把这事说出来, 给我爸妈生气, 就去了自己名下的一套小公寓, 和我爸妈说自己出差了。 刚回到家, 眼泪就忍不住流下来了。 说不伤心, 肯定是不可能的。 毕竟我和秦以南 不是谈了八天, 八个月, 那可是八年啊, 整整, 两千九百二十, 各日日夜夜。 就算是养条狗, 养只猫也该有感情了。 更何况是陪伴了自己这么久的男朋友。 明明以前我们讨论结婚的时候, 他也和我一样的期待。 知道我喜欢小猫, 他特意带我去猫舍看了一只蓝色眼睛的折尔猫, 还付了定金, 只等着我们结婚以后就把小猫给带回家。 知道我喜欢米色的简式风格, 还特意给我找了装修团队, 来装修我们的新房。 再加上这么多年来, 秦以南对我是真的好。 记得我的惊奇, 记得我所有的喜好, 我随口一句想吃的, 不管多远他都会给我买来, 从来不会对我说一句重话, 发一次脾气。 今天是第一次, 让我觉得他简直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可怕。 我真的没想到, 秦以南就只是听见彩礼, 都能有这么大的反应。 他的态度转变之快, 和之前完全是天壤之别。 男人怎么变得, 就能这么快呢? 虽然秦以南和我在一起以后, 确实有些小气, 哪怕出去玩都是我花大头, 他最多买瓶水什么的, 他也给我解释过, 说自己家庭条件不好。 是单亲家庭, 妈妈一个人把他拉着大, 所以他有钱就想多贴补家里。 现在想想, 我觉得自己真是个大怨种, 傻到家了。 我边骂自己边伤心, 不知不觉地就睡着了。 第二天是被电话铃声吵醒的, 电话那头是我闺蜜江新竹, 正气愤地吆喝着, 大嗓门直阵我的耳膜。 梦晴, 你还在睡呢? 快点快点, 你未婚夫背着你和别的女人相亲呢, 就在半倒咖啡, 速来。 我祸得一下从床上坐了起来。 好啊, 亏我昨天晚上还哭得眼泪哗啦的, 第二天你就在这和我搞无缝连接。 渣男, 呸, 我今天就要把你们的相亲局给破了, 让其他小姐妹见识到秦以南的真面目, 但是我紧赶慢赶。 到半倒咖啡的时候, 只看得见焦急等我的江新竹, 看见我他跨着个脸, 姐妹啊, 我让你快点来你怎么这么久, 这死渣男早溜了, 但我已经给你打听过了, 他们不是第一次来这相亲了, 今天可都第三次了。 什么? 我被炸得外焦里嫩, 那就是秦以南和我正谈婚论嫁的时候, 他这边就已经在和别的女人相亲了。 我气得要命, 冲江新竹急匆匆到个别就要去找秦以南算账。 秦以南在公司旁边租了一套小房子, 房租虽然不低, 但胜在距离合适。 不过我离得远, 倒是不怎么来。 现在看着紧闭的房门, 我才后知后觉。 这房租水电, 全部都是我交的, 但秦以南却从没给过我钥匙。 我只能在他家门口敲门喊话, 偏偏秦以南不理人, 好像没在家。 也是, 前面刚相了亲, 后面肯定是要约会, 看电影的。 我感觉自己都要被气炸了。 我气鼓鼓地回了家, 结果第二天还没来得及去找秦以南, 电话就接连不断地响了起来。 我一接, 都是我的大学社友。 你不是和秦以南结婚了吗? 我看见他发朋友圈了呀。 我差点拿不稳手机, 让他把截图发给我。 我一看, 秦以南十分钟前刚发了两张图片, 一张是两张结婚证的封题, 另一张是他和一只娇小的首相我。 那只手的无名纸上, 还有一枚异异生辉的钻戒。 我一眼看过去, 最起码也有一刻拉。 我设友一看情况不对, 立马甘笑了两声, 挂断了电话, 留我还在原地凌乱着。 手机的提示音不停地响着, 我打开了大学群, 里面清一色的都是在恭喜我和秦以南。 还有相熟的八卦同学爱特了秦以南, 问他花了多少钱彩礼, 说他现在也在谈彩礼的事。 秦以南直接回了一句, 十六万六。 下面跟了一整排的情歌霸气, 最后秦以南只是回复了一句, 真爱给多少都值得, 随后就再也没有回复过。 真爱? 和见面只见过三次的人就是真爱, 那和我这个谈八年的女人是什么? 打打牙记的恋爱游戏? 暖床的床扮? 还是一个苦哈哈的散财童子? 我气得肺都要炸了, 再次赶去了秦以南的家, 疯狂地敲着门让他滚出来, 把话说清楚。 可能是敲门声实在太大, 邻居忍不住打开了门, 是一个顶着黑眼圈的中年男人, 一脸不耐烦。 大半夜的让不让人睡觉了? 隔壁没人, 昨天就搬走了。 说完, 啪, 的一声关上了房门, 搬走了。 但是这个房子还有三个多月的时间呢。 我想到了房东, 好不容易翻到了给他转账的记录, 拨通了他的电话。 房东还有些睡意懵懂, 怪我怎么这么晚打电话, 我急忙道了歉, 问起了秦以南的情况。 房东想了想, 哦, 402, 是吧, 他昨天就搬走了, 说自己要结婚了, 搬得很急, 好多东西都没要。 反正你们也还有三个月, 我也不租了, 你想住就住, 明天你找我拿钥匙吧。 竟然是真的, 但是秦以南怎么搬走得这么急, 就是想和我摆脱关系吗? 我把他从黑名单里拉了出来, 但我再打过去, 却是一阵忙阴, 发信息过去也是一个红色的感叹号。 我现在都被气得麻木了, 只好先回了自己家。 四日一大早, 我直接杀去了秦以南的公司, 结果却被告知, 秦以南在昨天离职了。 要知道他可是大学, 刚毕业就进了这家企业, 平时工作不知道多认真多努力, 才好不容易生成了小组长。 现在他怎么舍得呀? 我想不明白, 脑子里像糊了一团江湖一样, 一直到晚上江新竹电话打来, 叫我出去放松放松。 我心里本就烦闷, 也就去了。 是我们以前经常来的一家夜店, 里面是包厢, 外面是卡座。 我刚要朝着江新竹的包厢里走过去, 路过一个包厢时, 就听见一道熟悉的声音喊着, 还是秦歌牛逼呀? 甩一个换一个, 一个比一个有钱。 这声音怎么都像是秦以南的发小, 张瑞。 我偷偷地将门打开了一条缝隙, 包厢里果然坐着秦以南, 旁边是他的几个发小。 秦以南坐在, C, 位, 一手端着红酒杯, 一手还搂着一个卷发的性感女人。 但她说的话, 却让我如坠冰窖。 以前觉得林梦晴条件不错, 我才和她耍了那么久朋友。 现在来上了班, 觉得自己真是傻碑, 外面有钱的女人多了去了, 我何必要找一个玩腻的女人呢? 秦以南似乎很自豪, 脸色的得意根本遮都遮不住。 张瑞几人在一旁眼色艳羡, 秦歌你也教教歌几个, 当时你怎么就知道林梦晴家里有钱了? 那会才刚军训, 你怎么就瞄准她了? 秦以南抿了一口酒, 对这样的吹捧十分受用。 这就是眼力尽, 你们可得好好学着点。 别看那会穿的是校服, 但是林梦晴的一双鞋可是高定款, 我偷偷搜过价格, 最起码也得四位数。 说着, 秦以南还伸出了四根手指摇了摇, 军训刚开始我就看见她的鞋了, 特意站在她前面, 谁想到她竟然这么虚, 摔了一跤, 可真是上天都在给我机会。 后面的事情自然就顺理成章了, 秦以南和我接触以后发现 我们家确实条件不错, 这才会和我交往这么久。 我正想现在冲进去撕烂秦以南的嘴, 和她拼了, 就听张瑞接着问当初追秦以南的戏花, 他们现在还有没有联系。 后面张瑞又问了好几个女生的名字, 全部都是之前曾经追过秦以南, 却都被她给拒绝的女生。 我也是这个时候才知道, 秦以南拒绝那些女生的原因都很简单, 那就是她们都没有我家有钱, 但是秦以南一面又吊着她们, 享受着万花丛中过的乐趣。 我在门外差点没吐出来, 秦以南终于炫耀够了, 这才又抿了一口酒, 将自己的手机放在了桌面上。 张瑞几人好奇地凑了过去, 嘴里不停地喊着, 我去,秦哥你真牛啊, 六千六百六十六, 不服不行。 我在这边急得抓耳挠腮, 想看看秦以南手机里到底 是什么能让她们这么感慨。 就听张瑞表情, 又羡慕, 又带着一丝嫉恨, 不过娇姐说的到底真的假的呀哥。 秦以南抓起了桌面上的手机, 塞回了口袋里, 表情有些不爽。 叫嫂子, 什么娇姐? 娇姐也是你能叫的吗? 张瑞这才不情愿地点头, 秦以南也没介意, 一心就想嘚瑟。 当然是真的, 说这两天就要带我去过户了。 秦以南别提多开心了, 现在的嘴笔, VK, 还难压。 我眼看也听得差不多了, 推开门就走了进去。 所有人看到我都一愣, 秦以南更是一把推开了旁边 还搂着她的女人, 仰起了笑脸。 孟晴, 你怎么来了? 我举起桌子上的酒水, 就泼在了她的身上。 你什么牌子的塑料袋, 这么能装? 你刚才说的话, 我早就听见了。 秦以南没生气, 竟然用袖子擦了擦一脸苦笑。 你别这么冲动梦情, 我一定给你个满意的答复。 张瑞他们一看情况不妙, 干巴巴地喊了一声嫂子, 拉起旁边坐着的女人, 就借口还有事, 脚下抹油, 跑得飞快。 我眼睛都不眨地盯着秦以南, 心里有些纳闷, 这一次他怎么突然又这么好脾气了? 秦以南伸手要来拉我的手腕, 被我给甩开了。 有话快说, 有屁快放。 秦以南也没再碰我, 张口就说, 梦情, 既然你听到我也就不瞒着你了, 其实我就是在他们面前吹吹牛, 我是真的爱你的, 你别误会。 我冷笑一声, 那个娇姐呢? 是谁? 秦以南找纸巾擦了擦自己脸上的酒水。 我确实是和她结婚了, 但是也是想气气你, 才故意这样的。 嘴里说着什么, 我们在一起那么久, 她也是喝多了, 才草率地去领了证, 现在也十分后悔。 说这个什么娇姐喜欢女人, 让我放心, 她一定会和这女人离婚, 来娶我。 还说我们刚开始的认识, 也是真的喜欢我, 不是刚才说的什么图前什么的。 说着, 秦以南还伸出了两根手指, 要对天发誓, 说自己对我的一片真心苍天可见, 说到拉黑搬家, 她大呼冤枉。 说着, 秦以南就给我道歉, 说自己这段时间冷静了冷静, 觉得自己确实太过分了。 谈了这么久, 六万多的彩礼不算什么, 她会攒攒钱, 到时候再去我家里谈结婚的其他事情。 还说就结婚一次, 怎么也不能委屈了我。 至于她提出的那些要求, 让我就当作没听过, 她也问了其他人, 都没有这样的风俗。 我听得心里直冷笑, 以我对亲以南的了解, 她现在态度越是卑微, 就说明她越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我先假意原谅她, 心里却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刚走出包厢, 我就联系了我大学的班长, 是睡在我下铺的社友。 我让她组织一场大学聚会, 社友欣然同意, 还说一定要为我手撕前男友添砖加瓦。 大学聚会多半秦以南是要参加的, 她那么爱显摆的一个人, 一定不会错过这次的机会。 不知道社友怎么煽风点火, 群里的许多同学都爱特着秦以南, 让她一定要去什么的。 秦以南装模作样地摆着谱, 说自己到时候看看情况。 晚饭时间是晚上七点, 我六点多就打算出门, 提前在那里蹲着秦以南。 结果刚要出门, 我爸妈就来了我住的公寓, 骂着我这两天也不和他们联系。 和秦以南结婚的事情到底谈好了没有, 他们看好了几个婚期, 多好多好什么的。 看着二老期盼的模样, 我心里多少有点不适滋味, 都是我的不孝, 因为我的识人不清, 现在才让他们这么失望。 似乎是察觉到了我的不对劲, 我妈忙问我怎么了。 我强忍着笑, 说自己没事, 就是想到自己要结婚了, 心里有些难受, 不舍得他们, 眼泪在我的眼眶里打着转。 我不敢再多说, 生怕下一秒, 眼泪就掉下来了, 就急忙将还安慰着我的爸妈安抚了两句, 给送了出去。 一看时间, 这么一耽搁, 居然已经快八点了。 我马不停蹄地赶去了市中心的饭店, 去了包厢。 果然我去的时候, 大家几乎都来齐了, 我一眼就看到了秦以南正坐在位置上, 抿着嘴笑。 旁边的女同学, 不知道正在和她说些什么, 两人相谈甚欢。 我正要推开门走进去。 今天就撕破秦以南的肮脏面目, 就听到有同学打趣着秦以南。 秦哥, 你老婆怎么去洗手间, 这么久都不出来呀? 不会是不好意思偷偷跑了吧? 秦以南瞥了她一眼, 说男人催女人去洗手间, 是很没风度的一件事。 我在门外嗤之以鼻, 装得还挺像那么一回事。 如我预期, 秦以南的现在的老婆也来了, 我决定直接告诉她秦以南的真面目。 说干就干, 我都想直接去洗手间, 大叫一声交解了。 却听包厢里有同学问到秦以南, 我怎么没来? 秦以南说我和她分手了, 女孩子失恋伤心是很正常的。 还说上一次我阴差阳错遇到她, 哭得有多伤心, 抱着她有多依依不舍。 我真是差点要被秦以南的厚脸皮给折服了。 也有一些八卦的同学问我们为什么分手。 梦情哪里都好, 只是脑中虚如大海, 我们没有心有灵犀的感觉, 沟通困难。 算了, 这八年我也很快乐, 感情的事就不要勉强了。 什么狗屁的虚如大海, 这不就是在骂我笨吗? 你大爷的秦以南。 我简直要飙脏话了, 差点就要忍不住去狂扇她耳光的时候, 走廊上终于响起了清脆的高跟鞋响声。 我闻声看去, 一个穿着淡粉色连衣裙, 烫着性感卷发的女生走了过来。 五官精致, 皮肤白净, 也是个美人胚子。 只不过年龄上, 确实是比我们大了那么一点。 我试探性地喊了一声, 娇姐, 她看我的眼神充满疑惑, 你认识我。 我像是见到了组织一样, 亮出了我和秦以南的照片, 请她借一步说话。 娇姐在看到秦以南和我的接吻照片时, 脸就沉了下来, 欣然同意。 我将秦以南和我在一起的所有事情, 以及在包厢里听到的那么多她的炫耀语录, 全部都告诉了汪娇。 汪娇听爸问我, 你打算让我怎么做? 我心下一愣, 你不生气吗? 难道, 你真的喜欢女人? 我心里有些后怕, 汪娇这才扑痴, 一声笑了。 你说什么呢? 我兴趣像不知道多正常。 我拍了拍胸脯, 那就好, 吓死我了, 秦以南还说你喜欢女人。 汪娇瞬间收敛了笑意, 说她和秦以南是相亲认识的, 因为汪娇妈妈生了重病, 临去世前的唯一一个心愿 就是看到她结婚。 她觉得秦以南模样不错, 性格也好, 这才同意了。 汪娇看着我手机还没按下去的照片, 其实我见过你。 我之前调查过秦以南, 发现你们一直在一起, 但是秦以南主动告诉我, 她只是把你当作妹妹, 还删除了你所有的联系方式。 我双手握拳, 心里骂着秦以南臭不要脸, 真能颠倒黑白。 汪娇还告诉我, 她还将秦以南安排到了自己的公司上班, 为了安抚秦以南好好在妈妈面前演戏, 还要送给秦以南一套大平层。 本来想着她有些小心思, 只要不过分, 我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了。 没想到, 她这么贪心, 我听得直扎舌, 怪不得秦以南这么快就要甩了我, 这么粗的大腿, 不抱白不抱啊。 我们家虽然也是中上家庭, 但是比起汪娇的条件, 还是小屋见大屋。 汪娇补了补口红, 语气轻飘飘的, 我会把她开除, 和她离婚, 想吃绝户, 也不看看自己够不够格。 我忙不迭地点头, 从汪氏的百强企业被扫地出门, 秦以南那么心高气傲的人怎么可能受得了? 折断了她的傲骨, 让她竹篮打水一场空, 光是想想, 我就不知道多爽。 汪娇看我发呆, 轻轻拍着我的肩膀, 让我等着她, 她也会送我回家。 这么, 贴心的吗? 我一时有些惊了, 看着她离开的婀娜背影, 忍不住问道, 娇姐, 你怎么这么信任我, 不怕我是骗你吗? 汪娇轻轻侧了侧头, 带着笑地回了一句, 不怕, 毕竟, 女孩帮助女孩。 这下轮到我笑了, 汪娇很快出来我坐上了她的车, 但是想到汪娇的妈妈, 我心里有些难安。 如果你和秦以南离婚了, 那阿姨那边。 汪娇叹气的声音很轻, 几乎让我以为自己是听错了, 只能先瞒着她了。 我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对秦以南的恨意更深了。 戏耍女人, 想吃绝户, 连一心为女儿的长辈都骗, 秦以南真是心都黑透了。 我绝对不能就这么放过她。 汪娇把我送到家门口, 我们就相互留了联系方式, 方便互相沟通进度。 我还问了汪娇, 阿姨在哪个医院, 准备有时间就去看看她。 第二天, 她就给我发来了信息, 只有短短的两个字。 OK。 接着, 我就接到了房东打来的电话。 你们, 402, 到底怎么回事啊? 一会退, 一会又要租, 到底闹哪呀? 我心下了然。 402, 回去了。 房东气得够呛, 说之前让我拿钥匙我不去, 他就以为我们不住了, 想带别的租户看房子。 结果秦以南大吵大闹, 还带着行李, 说自己要搬回去住, 让他们都滚。 把来看房的租户都给吓坏了, 连带着房东也气得够呛, 这才打电话过来。 我忍不住笑了。 不好意思啊, 房东, 这房子我们不租了, 你把他赶出去吧, 他又不是付房租的人, 不用理他。 房东这才消了气, 说现在就去找秦以南。 电话刚挂断, 我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上面清楚地显示着来电名字。 秦以南, 我刚接通电话, 那边秦以南的忏悔声就传了过来。 梦晴, 我错了, 彩礼钱我已经凑得差不多了, 我现在只有两万块, 要不你通融通融, 两万彩礼行吗? 笑死, 凑得差不多就是连一半都不够。 我先是故作为难地同意了, 让秦以南先把彩礼钱转给我, 我好拿着这两万块钱回家里商量。 秦以南很快将钱转给了我。 我知道秦以南想打什么主意, 不就是以后还想想办法把这钱从我手里再要回去, 可能吗? 其实我则在心里暗暗想着, 两万块钱真给我爸妈看了, 他们不骂我扶贫都是轻的。 秦以南却以为这事就成了, 晚上还是熟悉的包厢。 我装作若无其事地冲他们点点头, 坐了没多久就离开了, 秦以南正贺的上头, 也没拦我。 路过门口的时候, 包厢的橱柜被我碰了一下, 我又快速地关上了柜门。 我下意识回头看了一眼, 只看见张瑞冲我的方向看了一眼, 我顿时心跳如雷, 快步从包厢里走了出去, 祈祷着张瑞别发现什么。 张瑞问娇姐今天怎么不来, 反而带了我, 房子的时候过户了没有。 秦以南又灌了几口酒, 压低了声音, 这里都是咱哥几个, 我也就不瞒着你们了。 我找着娘们有钱得很, 可是个女老总, 家里就一个重病的老妈, 结果不知道怎么回事前两天 闹着要和我离婚。 我都搬出去住进她平层里了, 又给我赶出来, 真是气死我了。 不管我怎么说都要甩我, 还真是第一次。 秦以南在这边骂得难听得要命, 张瑞几人也听得好奇, 问那最后离婚没有。 秦以南苦笑, 不离婚能怎么办, 娇姐有钱有势, 得罪了就不好收场了。 秦以南说得在理, 张瑞看她兴致不高, 就安慰着, 反正秦以南女人也多, 没了交解, 这不还有梦琴这个备胎吗? 秦以南煞有其事地点点头, 不错, 还好还有梦琴给我兜底。 我听得直咬牙, 张瑞很快引开了话题, 一脸坏笑地撞了撞秦以南的胳膊。 哥,你那么厉害, 叫几个姑娘过来, 我们喝喝酒呗。 其他人一听也来劲了, 就是啊哥, 我们今天这酒也太素了, 喝得一点没劲。 看秦以南有点犹豫, 张瑞阴阳怪气的, 不会是没有吧,秦哥。 之前说你玉女无数, 都是骗人的吧? 还是你怕梦琴把你也甩了? 周围几个看热闹不嫌是大的, 也附和着。 就是啊, 秦哥, 你是不是都骗人的? 秦以南啪, 的一声猛拍了一下桌子, 叫就叫, 给你们看看, 老子才不会骗人。 说完, 秦以南就拿出了手机打电话,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张瑞似乎又朝我的方向看了一眼, 嘴角还带着笑意。 不一会, 秦以南就得意地挂了电话, 说一会会有人来, 说完又拿起了电话打了好几个。 秦以南数了数, 嗯, 我们一共五个人, 我就叫来了五个妞。 包厢里瞬间热闹了起来, 都在围着秦以南打转, 真的假的秦哥, 还是得看我秦哥呀。 哥, 我服了, 我真的服了, 请受小弟一拜。 果然不一会, 包厢就开始断断续续进来女孩子, 一共来了五个, 都和秦以南十分亲密, 还有熟面孔呢, 是我们的大学同学。 秦以南这一下可就支冷起来了, 那些发小也无话可说, 包厢里热闹非凡。 我看也没有什么瓜吃了, 立马将视频保存起来, 开车离开了。 第二天, 等我看手机的时候, 秦以南给我打了好多的电话, 我回过去一听, 笑出了声。 原来房东把他给赶出来了, 他在问我结婚的事 和家人商量得怎么样了, 问他能不能住我家。 这脸皮厚的, 真是机关枪都打不透。 我没理他, 毕竟我还有正是要忙呢。 秦以南, 你的报应来了。 我将昨天监控的视频 给处理了一下, 将汪娇的名字 和我的名字给遮住, 然后创建了一个新的账号, 加进了大学同学群, 艾特所有人以后, 就把视频发进了群里。 一遍不过瘾, 我还直接刷了屏, 满屏幕都是秦以南的视频, 整个群都炸了。 尤其是那五个女生的男朋友, 在群里骂骂咧咧, 说和秦以南没完。 好几个人加我小号, 其中最疯狂的就是秦以南。 加我的输入框, 都是一行又一行的脏话。 我根本无所畏惧, 过了会秦以南总算是消停了, 但是他的电话给我打了过来。 我有些好奇, 这个时候他还怎么好意思给我打电话的。 秦以南一张口就问我看大学群了没有, 还不等我回话就开始给我道歉, 说自己是真的爱我。 视频里都是胡说的, 就是问了充面子, 那五个女生一直黏着她, 她只是把她们当作妹妹。 我白眼都要翻到天上去了, 和妹妹搂搂抱抱, 秦以南还真当我是个傻子啊。 不过为了后面的事情发展, 我还是借驴下坡, 说自己相信她。 秦以南愣了一下, 我问秦以南去了呢, 他随口给我报了一个酒店, 我记下了, 打发了他就挂了电话。 那条视频很快被各种转发着, 还被有心人给发到了各个平台。 因为秦以南的帅气和他的风言风语, 视频热量都在不断攀升。 还有好事者把秦以南的嘴型都给对了对, 还对标了秦以南说的女总裁到底是谁。 汪娇安慰我没事就当是给他们公司提高知名度了。 很快, 汪娇就行动了起来, 公开表示以后不会给秦以南任何工作机会, 也算是变相承认了, 秦以南的所作所为。 网友纷纷对汪娇表示同情, 汪娇趁着这个机会大捞了一笔, 还发信息感谢我, 说要请我吃饭, 我给他带来了商机。 我被汪娇给逗笑了, 我们约定好等我处理了秦以南的事再约。 秦以南越来越火了, 因为汪娇发过声明, 现在更是没有任何公司敢用秦以南。 他催我催得紧, 一天问好几次我们结婚的事情怎么说, 都被我给敷衍了过去。 我用小号在大学群里发了秦以南的酒店位置, 说自己在那里见了秦以南。 随后赶去了酒店门口, 五个气势汹汹的男人很快就冲进了酒店, 不一会, 酒店里惨叫连连。 这些男人跑得也快, 坐完秦以南立马就走, 警察还没到就跑得没影了。 又过了好一会, 秦以南把自己捂得像是一个特务一样, 踉呛着跑了出来。 秦以南拿出了手机, 下一秒, 我的电话响了起来, 我心里暗暗烦着, 就听他说自己要回老家, 和他家人提我结婚的事, 还说让我这边快一点, 毕竟我们也谈这么久了云云。 我嗡嗡啊呀地应了一声, 电话挂断, 我心念一动, 和秦以南谈了这么久, 我还从来不知道他老家什么情况呢。 我跟着他偷偷去了高铁站, 买了高铁票, 怕被他发现, 还戴了口罩墨镜。 秦以南很狼狈, 走路也一瘸一拐的, 我看得心里别提多爽了。 很快高铁到站, 秦以南叫了出租车, 我也急忙跟上。 秦以南家是居然是在市中心, 还是一栋自建的小楼, 怎么看, 都和他嘴里天天说的条件一般不挂钩。 他刚到家门口就按响了门铃, 妈,开门。 一个穿着修身旗袍的阿姨 很快打开了门, 一看把秦以南的狼狈模样, 紧呼着把他给迎了进去。 我又一次被秦以南给骗了, 他不是没有钱, 只是不愿意在我身上出彩礼。 我在乎的是那点彩礼吗? 我在乎的不过是他的一个态度而已。 我正想离开, 就看到巷子口坐着七大姑八姨妈 正在磕着瓜子聊着天。 这不就是一栋的喇叭吗? 我从善如流地蹲了过去, 大娘, 你听说过秦家那小子的事吗? 大妈看我抓着他的瓜子, 刚开始还有些不情愿。 一看我指着秦以南的家, 瞬间就被转移了注意力, 几人忙问着我什么事。 我把秦以南骗婚吃绝户脚踏, 嗯, 调传的事情给渲染了一番。 几个大妈嘖嘖嘖, 疑疑疑的声音不绝于耳, 都说没想到秦家小子看起来人模人样的, 却不办人事。 我扔掉了瓜子皮, 悄悄地退了出去, 身藏功于名。 随后在群里艾特所有人, 发了秦以南的家里位置。 来吧, 就让狂风暴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我去超市买了大喇叭, 连夜把大条幅挂在了他家门口, 小巷门口, 上面写着秦以南大渣男。 喇叭放在秦以南家门口, 声音调到最大, 循环播放着。 秦以南, 死渣男, 你有本事泡妞, 你没本事认错吗? 拿出手机, 又给秦以南发去了分手短信, 拉黑一条龙。 那些女孩子的男朋友也没让我等多久。 我看着他们再一次杀到了秦以南家门口, 这才连夜赶回了家。 收拾渣男, 可真是累死我了。 但我没想到我会在家门口遇到张瑞。 张瑞却抬手给我递来了一样东西, 我接过一看, 居然是我那次装在包厢里的小监控。 我不明白, 你不是秦以南最好的兄弟吗? 为什么会这么做? 张瑞苦笑, 我以前确实把他当兄弟, 不过那是小时候。 现在他变得利欲熏心, 已经失了自己的本心。 我不想看着他越走越偏, 我知道事情都是你做的, 不过这都是他应得的。 我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 张瑞转身想走, 又顿了顿。 如果说还有原因, 那可能极度也有一部分吧? 极度他能和你这么好的女孩交往这么久。 我忍不住钻紧了手中的监控, 看着张瑞离开的背影, 一时心绪万千。 四日, 我就约着汪娇一起吃饭。 我没想到会在饭店遇到秦以南, 他现在根本看不出来 以往的那副帅气模样。 戴着一副墨镜, 眼角下还有些瘀青, 嘴边青紫, 脸上都是伤痕。 看见我们, 秦以南目次欲裂, 一把拽住了我的胳膊。 梦晴, 你们怎么会认识的? 我一把挣脱了他的手, 十分嫌弃。 别碰我, 脏。 那边的汪娇一挥手, 就浩浩荡荡地进来了一圈的保镖, 拦在了我们的面前。 简直不要太帅。 秦以南只好隔着保镖的阻挡, 低声下气地哀求着我。 梦晴, 别拉黑我, 我是爱你的, 我们和好好不好。 我知道错了。 彩礼, 彩礼我给你六万。 我忍不住冲他呸了一口, 谁稀罕你那六万块钱, 自己留着花吧, 毕竟你可是要单身一辈子的。 汪娇看都不看秦以南一眼, 你这种乱费的野狗做什么, 浪费时间。 我快速地追上了汪娇的脚步, 却又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 秦以南还在后面喊着我的名字, 说自己错了, 在阳光的照耀下, 眼角似乎还带着泪光。 汪娇撞撞我打去, 怎么, 不舍得。 我摇摇头, 不。 我只是想再看一眼他的惨样, 顺便和自己浪费的八年时光到个别。 你呢, 会伤心吗? 汪娇用吃惊的样子看着我, 我们才见面三次, 我会伤心, 开什么玩笑? 我也忍俊不禁地笑了。 后来再听到秦以南的消息是在大学群里。 秦以南退了群, 有人在他家乡, 见到他瘸着腿正在翻垃圾桶。 听说是那些人把他的腿给打瘸了。 不管他去哪里上班, 这些人都换着去找麻烦。 秦以南的妈妈则是迷上了打麻将, 把家都给输光了。 但这些都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了。 因为我知道, 摆脱了这些烂人烂事, 我将迎来的只有无尽的坦荡通途。 然后在中国之间, 不错, 这种东西是冬天 Page 10,